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间请他们来吃西班牙菜 为什么我会选这家餐厅呢 第一个是我在Google Map上面看到它的评价还蛮好的 有4.5克型 再加上它的西班牙炖饭必须要前七天预订 Angry Bear跟我说啊 其实正统的牌亚必须要至少要前一天预订 才能算是正统牌亚 因为它是制作时间需要一个小时以上 所以你去那种观光景点 你现点马上牌亚就送上桌 那通常都是给观光客片观光客的 然后我就用一种非常特殊的米 那个米是怎么煮都不会烂的 你说这不是很好吗 错 因为那个米啊因为煮不烂 所以它没办法吸收那个 Paella的海鲜的醬汁的酱汁 所以就变成醬汁是醬汁 米是米 根本没办法融合在一起 然后这家餐厅呢 它是用正统的西班牙米去制作西班牙炖饭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倒地一点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在西班牙非常有名的 就是他们的苹果酒 这个苹果酒呢是纯天然发酵的 所以你必须要按这个按钮 然后每次加不能加太多 不然它那个纯天然的气泡 会很快就消失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一点点就要马上喝 马上把它喝完 好新凉喔 上会了吗 再示范一次给大家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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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超好好喝的 所以我觉得这家餐厅我评价还蛮高 因为它连这个都有 真的是还蛮正统的 這裏除了西班牙的蘋果酒Sita 還有很多西班牙的紅酒、白酒跟啤酒可以做選擇喔 現在教大家正統paella的吃法 不是用湯匙是用叉子 他們就會這樣子拿麵包 然後這樣推這個反這樣吃 是蠻道地的 因為它麵芯還是有點硬的 我知道台灣人其實不喜歡吃麵芯太硬 可是我覺得它剛剛好 我覺得它有稍微改良台灣人的口味 所以麵芯沒有太硬 然後有融合整個海鮮的香味 我覺得還不錯 沒有任何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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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會覺得我的心苦 會很心疼 便會突然想到這樣 欸你可以做的比較好吃嗎 你的比較有味道欸 真的你的真的比較有味道 就是 你的油是有鹹味的嗎 油 可是它的就是油 还有蒜头的香味 我朋友都夸奖说 我做的蒜头虾比这家餐厅好吃 所以这礼拜六晚上八点 会更新西班牙蒜头虾的制作影片 记得要收看哦 拜拜